这篇文章是neural network deputation 然后它也是个便于关于实验的文章 然后它文章的一个 它的idea就是啥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说 这个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以及这个扩散模型的这个reverse process 它们都可以被 它们可以变成这个随机造成 变成高次造成 因为你把我们训练 任意一个模型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都是随机化的 然后训练完之后 它就不是随机化 所以说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呢 高质量的图片和这个 这个模型训练好的参数 也可以变成一个高次造成 然后就发现它想出来就是 这个扩散模型 它就是reverse process和我们训练模型 就是训练一个general意义上的 神经网络的这个过程 是有相似之处的 这是它们的这个motivation 然后呢 它们就提出了一种用LDM 就是之前讲的那个LDM 就那个stability version那个模型 来生成一系列新的参数 就生成神经网络参数 然后呢 这就是它为什么觉得 这两个过程有相似之处 这篇文章就是说 上面就是扩散模型的 就扩散模型的这个 然后底下这个就是训练的时候 就是模型 比如说模型是训练好的 我们可以不断加造成 把它加成这个初始的这个 就比较随机化 随机数 哦 它意思是 它的意思是 这两个 它就reverse更像一个sgd的过程 这make sense make sense 对对对 然后它就觉得 我们从这个随机数据和参数 把它训练好 就跟这个sgd是有相似之处的 这是它们的分析是样 make sense 然后呢 它就说 然后它就把这个做出来 然后呢 它发现结果 结果就是用它生成的 就是用它这种扩散模型 生成的参数 没有用sgd生成的参数 会有相似或者甚至会更好的 比原来的模型会甚至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用这个扩散模型生成的这个参数 它和本来训练 用sgd训练的参数 它是不一样的 有greater differences 就说明它并不是在记忆这个参数而已 然后这是它的那个模型架构 就input的就是 比如说任意一个神机网络 把它的参数取出一部分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1d的vector 我们就可以位给这个ldm了 然后对然后就是再从造成 再通过的ldm的reverse process 就可以生成一些参数就明 这就是它的思想 OK 这是它最后的那个实验结果 就它也设了很多种模型架构 比如说resnet或者vit 然后它有三种 original就是用sgd训练 insimble就是它用这个 average weight insimble方法 我不知道什么方法 average weight应该 我猜是寸多个模型 然后把它们的weight average一下 每一轮 然后再分开去 类似像一个联邦学习 我是猜吧 我不说不定对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的 我不很确定 然后就是pd有它提出的方法 反正就是它对比的三个方法 然后它就发现 它的方法挺好的 其实高的也不多 你可以看到 也就小数点几名 但是至少证明一下 就是它这个方法是能用的 就是它能跑 然后最主要 我这个好像结果没做了 就是它这个方法训的挺快 就是训的很快 或者就是训好了之后 你生成参数的速度很快 就是它很意思 就没了 这个结束了是吧 OK我有个问题 这几篇文章 你觉得有可能做一张表格 列一下它们的一同相同点 或者做一些分类吗 就是可以 比如说像我就是列什么 那个工业界和学术权 很适合研究员之间 就是这感觉对我是一个比较 这个表格感觉 可能是对我来说 更具象的一个 一个sumery of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有空法 你可以试图去 不应该做得很好的 你就试图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表格 就一页塞的 回头给我看一下 我觉得就很好 就是这个扩散模型的 总结表格 就整个你看的这些文章 你可以 就是你已经present了过的文章 或者你已经有塞的文章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这样的表格 让我看一下 对我个人感觉 这个扩散模型还是比较新的 因为就还是有非常多的用途 比如说它可以去生成 这个是24年的文章 对这个不是24年 是上个月的文章 这是上个月的文章 对这是上个月的文章 没有这个例子 是另外一个学生发给我的 这个我让你们看的文章例子 是一个学生发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找的 我最近都没做可言 对我想说就是 这个扩散模型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这个探索性的 OKOK 就你个人觉得 做这个东西相关的东西 还是比较interesting是吧 我觉得能做出来 对我觉得interesting 但如果扩散模型 不跑实验的话那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很神奇 做理论就是证明一些 对我觉得 我觉得扩散模型 它很多东西应该还是可以 做一些理论的 因为确实对 对这个可以我觉得 就是你比如证明 它这个SD可以converge 或者OD convergence rate 类似这样的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这些东西应该 我们应该是可以做的 我们并不需要卡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可以 OK那就是现在 就是想一个好的题目 然后看看能做什么 嗯 我还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什么 就是扩散模型里面 你加高色造成 还有就是加高色造成 它其实是过 就是加高色造成 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 只是说加任何造成都可以 就有一篇文章 比较有意趣就是啥 就是在这个图像 它加的不是高色造成 它加的就是另一张图像 这个也可以用扩散模型 训出来 就只加另一张图像 就只用加另一张图像 这个怎么这么像 我之前评论 那个Inside刚才是这样 我有篇文章叫Inside 然后就是把图像combine 对 但不是 但我们不是用来做stable diffusion 对 就我觉得它这个分布还是 我觉得如果能 比如说想出一个 你能回头把那个文章 发给我吗 对 我忘了 但我搜一下 那个对 你回头搜的话 不急 你明天什么时候 我把我那个文章的title发给 你可以到时候去搜一下 我那个文章就是把两个Inside 或者多个Inside combine 然后做件事 我等下搜一下 我觉得应该一下子搜 别的文明好说 好